中華環線 立南上線 讚! 然後帶自己各的掌聲 公車老舊 用舊的柴油引擎 然後繼續這樣跑 坦白講對於空氣 室內尤其城區的空氣 是有一定程度的破壞 那污染這個要減少的辦法 第一個就改成瓦斯車 要改成電動車 瓦斯車中央政府推到一半已經沒有再推了 那電動車的部分 隨著現在的狀況跟以前的狀況 技術越來越成熟 那儲電的科技 越來越進步 那這個快充的技術 也越來越進步 所以已經慢慢造成 已經達到可以實用的商業化 所以我們也很高興 也很感謝中央對於台南 作為一個低碳城市 對於我們的低碳公車的補助 平均每一部公車中央要補助700萬 你看現在七部公車就補助4900萬 那地方政府再補助100多萬 那所以說我們對於這些公車 平均每輛電動公車的造價 要高達1200萬 所以經過這樣的補助的話 變成對於業者 它變成有可以切入市場的利益 市民朋友還是繼續騎機車 尤其騎高污染 二行程機車 那對於減碳一點幫助都沒有 所以我們還希望說 公車越便利 越少污染 那市民朋友 越搭乘越多 那就能達到實際上的減碳效果 也感謝 那我們希望 這個部分 台南市的節能低碳公車 尤其是電動公車的路線 我們還會在財務許可的情況下 一條路線一條路線的開下去 那希望提供給市民 行的便利之餘 也提供給市民乾淨的環境 uses 顏色 減碎 噁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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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